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革政治 奖励更战 兴修水利 发展经济 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司马光认为 魏文侯的成功 是因为他做到了以下五点 理贤下士 诚信 有担当 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 和各司其职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中 记载了五个精彩的故事 那么魏文侯的这些故事 对我们还会有哪些启示呢 敬请关注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 精彩品读《资质通鉴》第三集 魏文侯的成功指导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 可以说是司马光在《资质通鉴》当中 所塑造的第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人物 其实这个人在我们前面讲 《资质通鉴》的第一句话当中 已经提到了 就是他里面提到的魏斯这个人 我们历史上称这个人为魏文侯 《资质通鉴》在提到魏文侯的时候 连续讲了五个小故事 那么这五个故事 其实就是从五个不同的侧面 来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 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所以可以说五个故事就是五个角度 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魏文侯这个人 非常尊重人才 能够理贤下事 所以我们看《资质通鉴》当中 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有这么三句话 魏文侯以补子下田子方为师 每过断干木之炉 必是四方贤士多归之 大家不要看这只是短短的三句话 但是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 以补子下田子方为师 魏文侯拜这两个人为师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两个人名 补子下田子方 这两位何许人也 这两个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 尤其是这个补子下 我们如果熟悉论语的话 大家就知道孔蒙弟子 孔子有很多学生 对吧 我们一般讲孔蒙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人 那么在孔子这么多学生当中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孔子他的教学 他是分专业的 在论语里面 他把孔子的学生分成四个专业 其中有一个专业 就是文学专业 当然这个文学 跟我们今天的文学 可能有点差别 那么当时他也是认为 那是一种文学专业 在这个文学专业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弟子 就是这个补子下 所以这个补子下 是孔子的亲寿弟子 而且在孔蒙弟子当中 地位非常高 他不仅是七十二贤之一 还因为他是文学科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他还是孔蒙识哲之一 这是补子下 魏文侯非常仰慕这位补子下 专门把他请到魏国 请他在这个地方开馆涉徒 教育学生 为魏国培养治国人才 而且还要亲自拜他为师 那么另外一个 这里提到的田子方 田子方呢 他是孔子的最重要的 一个弟子之一 子贡的学生 那么可以说 他是这个孔子的再传弟子了 也是在鲁家学派当中 非常有地位 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两个人 魏文侯全都把他们 请到这个魏国来 拜他们为师 请他们在教育文化事业上面 发挥作用 第二句话 也提到一个贤人 这个贤人名字叫段干木 这个段干木 也当时居住在这个魏国 但是这个人啊 性格上有点怪 不太喜欢当官 也不愿意结交权贵 魏文侯很仰慕他 就是每次都想去见他 但是都见不着 试了很多次 没见着 后来呢 就想搞一次突然袭击 不是先去通知他 偷偷地就跑去去看他 结果这个段干木在家里 一听 魏文侯又要来了 这边魏文侯前门刚进门 他从后墙逃走了 还是不见这个魏文侯 魏文侯还是白跑一趟 那么魏文侯当然他是作为一国诸侯身份 非常尊贵了 段干木对他这么怠慢 老是这个不想见他 魏文侯降低自己国君的身份 三反五次地想见他 他还是不见 但是这并没有让魏文侯感到神奇 反而对这个段干木啊 越发的崇敬 觉得他非常甜淡 这个非常的这个清高 所以他这个后来 即使见不到这个段干木的面 每次路过段干木家门口的时候啊 都要在车上向段干木居住的这个地方敬礼 表示自己的敬意 魏文侯尊重人才 重视人才这样的一种精神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使得很多有才干的人 纷纷地跑到魏国 愿意为魏国效力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当中的第三句 四方贤士多归之 讲的就是魏文侯理贤下士的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一谈到魏文侯这个时代 魏文侯治理这个魏国 我们就会看到 在这段历史当中 有非常多的著名人物 曾经在魏文侯手下效果里 曾经为魏国的强大 做出过贡献 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叫李亏的人 这个人 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著作 叫法经 是非常有治国理念 非常有治国思想的一个人 他强调治理国家 应该重视农业 和重视法治双管齐下 李亏帮助魏文侯 在魏国实施改革 要靠法治来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李亏他是早期法家的 一个代表人物 我们都知道战国这个时代 是一个社会变化巨大的时代 所以改革变法 可以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 主旋律 主潮流 李亏 他曾经在魏文侯手下 出任过职务 为魏国的强大 做出过贡献 再比如谈到中国古代的名将 我们一般都是孙吴秉称 对吧 中国这个古代军事的鼻祖 我们要谈的话 就会谈到两个人 孙吴 这个孙指的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 孙吴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 那么这个吴指的是谁 就是一个叫吴启的名将 吴启也曾经在魏文侯的手下小李 做出过一番事业 还有一个人物 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 这个知道的就更多了 只要你念过小学 你就知道这个人 我们在小学课本里面 有一篇课文叫做 西门报治烟 大家记得吧 西门报 西门报治烟 这件事情 这个故事 被我们选在小学课本里面的 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魏文侯时代 西门报也是 魏文侯手下的一个人才 我们这里是随便举几个了 当时魏文侯手下人才济济 当然不止这么几个 我们挑了几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较著名的来举个例子 所以我们这个古代的史学家 一谈到魏文侯 就必然谈到他的人才政策 由于这样的一个人才政策 史学家称赞魏文侯 能够首霸中原 在战国时代 就是在战国七雄当中 他是首先脱颖而出 成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的 这个不得不归功于 魏文侯对于人才的重视 所以我们看 自治通鉴他连续讲魏文侯的五个小故事 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放在第一个讲 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为什么一上来就讲 魏文侯是一个能够理贤下士的人 这是因为在司马光看来 所有的素质当中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 在这些所有的素质当中 理贤下士尊重人才 那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番大事业 都不可能靠你单枪匹马 来取得大成就 一个好汉三个邦 对吧 所以对于人才的重视 在司马光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在战国时代 魏国西有秦寒 南有楚 北有赵 东有齐 地处中央 义工难守 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 是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 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 他用翟皇为将改革避政 用岳阳为将攻略中山国 以李奎教授法经依法治国 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战国二百五十余年历史中 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 而这一切都和魏文侯的离先下士 尊重人才密不可分 而这一点在司马光看来 也是作为国君最重要的素质 那么除了重视人才 魏文侯还有哪些 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那么第二个故事 讲的是什么 第二个故事谈的是 诚信和责任 有一次 魏文侯和很多大臣们一起喝酒 喝得非常开心 这个时候忽然天下起了雨 魏文侯一看天下雨了 然后马上让自己的一个手下 准备车马 想要到郊外去一趟 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阻止魏文侯 说你看你今天已经跟大家 喝酒喝得这么开心了 你干嘛还要去郊外啊 而且天又下着雨 作为一个国君 你怎么这么贪玩呢 魏文侯说 我今天跟这个山林管理员约好了 我要去打猎 这个不能失信 我得去见他一面 于是魏文侯就让人驾着车 来到了郊外 魏文侯去干嘛 是去贸易继续打猎吗 不是 魏文侯找到这个山林管理员 亲口告诉他 说天下雨了 我之前跟你约的 要来打猎的这件事情 我们就取消了吧 不打猎了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 魏文侯身为异国的国君 因为一个小小的约会 亲自冒着雨跑到郊外 亲口去告诉对方 说我们取消这个活动 有这个必要吗 你派一个人去一下不就得了吗 换成今天 这个更方便 有电话 你拿起电话来挂一个就可以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电话 你派一个人跑一趟嘛 魏文侯为什么要亲自去 而且你看啊 这个身份的对比 魏文侯贵为一国的国君 而面对的是谁 一个小小的山林管理员 这件事情你要站在这个山林管理员的角度 你来想一想 作为魏文侯来说 天下雨了 不来打猎 理由非常充足 而且是一国国君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这个山林管理员他不行啊 不管天有没有下雨 他都得非常充分地做好准备工作 要是你一看 天下雨了 说不定今天魏文侯不来了 你自说自话地不去做准备工作 那万一他要来了呢 你这吃醉得起吗 担不起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山林管理员 在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之前 他一定是非常认真的会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 所以魏文侯 为了避免失信于人 为了对自己曾经约定的事情负责 亲自冒着雨跑到郊外 当面告诉这个山林管理员 说今天不打猎了 你可以休息休息 不用去忙活 不用去准备这些事情了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是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会经常碰到类似的事情 你要是跟别人约会 或者说要答应别人什么样一件事情 如果你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是你的上司 比如说是一个职位比你高 社会地位比你高的人 比如说是一个有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的人 你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对待 很多事情你都会想方设法地让对方满意 更加不堪失信 那要换一换 如果你所面对的和你约会的是一个职位比你低 或者甚至于直接就是你的下属 或者是一个年资比你浅的人 或者是一个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人 你会每一次对于自己的每一个约定 都这么认真 都这么负责吗 当条件有所缺陷 你不能如约地实现你的诺言的时候 你都会这么负责任吗 你都会延出必行吗 恐怕 我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 都难免都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势力心态 当你面对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 战战兢兢 面对一个不重要人物的时候 难免言而无信 但是魏文侯不 通过这个故事 大家就可以看到魏文侯他的诚信 是不分对象的 对事情负责的态度 是不分这件事情的大小的 一国之君 他没有端起身份 去藐视这个身份地位 卑微渺小的山林管理员 而是做到言出必行 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极其负责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情 很多史学家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他是非常重视的 甚至于 有些史学家从魏文侯这样来对待一件小事 对于一件小事也不轻易失信 这一点得出一个结论 说是魏于是乎强 于是魏国就强大了 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 怎么会就导致魏国的强大了 大家看 这里他有一个逻辑关系 魏文侯对于这么小的事情 他都能够做到言出必行 能够负责到底 如果你把这样一种精神 同样的一种态度 运用到管理国家上面 凡是有赏罚条例 凡是有法治律令 那也必然是更加严格的执行 更加严格的遵守 毫不懈怠 所以想做大事业的人 应该好好地向魏文侯学习 学习他这一种事无巨细 言出必行 对人诚信 对事负责的态度 在小事情上的积累 这样一种精神的贯彻 很有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 更广阔的天地里面去 魏文侯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 正面的典型例子 我们讲第三个故事 这个第三个故事 最能体现魏文侯江湖大佬的地位 我们之前向大家介绍过三家封禁的背景 大家应该还记得 一个强大的禁国 在春秋时代强大的禁国 瓜分成了魏 赵 韩三个国家 所以春秋时代向战国时代过渡 所以当时的这个国际社会上面 往往还是把魏 赵 韩这三个国家 看成是一体 把他们并称为三禁 因为本来就是从禁国瓜分出来的 这三个国家 那么有一次 韩国的国军就跑到魏文侯那儿 说这个我看赵国不顺眼 我要问你借一些军队 我要去打他 这个魏文侯怎么回答韩国呢 魏文侯就说 寡人于赵 兄弟也不敢闻命 我和赵国之间是兄弟关系 我不可能把自己的军队借出去 去攻打我自己的兄弟 所以这个要求我不能满足 韩国的使者听了非常生气 回去回禀韩国的国军 说魏文侯不肯 因此韩国的国军 就在背地里骂魏文侯 说这个不是台局 这点忙都不肯帮 但是由于魏文侯不肯出兵 韩国想要攻打赵国的计划 也就搁浅下来了 没打成 过了一段时间 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赵国跑到魏文侯这儿来 问他借军队 说你借给我军队 我要去打韩国 看样子韩国跟赵国 这两个国家之间 的确有点矛盾 一会儿是韩国跑过来 跟魏文侯要军队 一会儿是赵国跑过来 问魏文侯要军队 相互之间要展开攻击 那么这个魏文侯的回答 和之前回答韩国一样 魏文侯对赵国说 韩国和我是兄弟关系 我不能把我的军队 借给你去打我的兄弟 那因此赵国也怀恨 也埋怨这个魏文侯 但是呢 赵国攻打韩国的计划 也就搁浅下来了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韩国和赵国的国军 才知道原来魏文侯 曾经保护过自己 不仅是不肯把军队 借给我去打别人 当别人要来打我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做的 也是用这种方法 来保护我的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相比之下 韩国的国军 跟赵国的国军 觉得自己太狭隘了 所以又是感激 又是惭愧 跑过来向魏文侯道歉 跑过来朝见魏文侯 那这就等于说是什么 承认魏文侯是老大 有老大的法 确立了魏文侯 在三境当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之前讲 魏国 赵国 韩国 本来都是脱胎于晋国 所以这三个国家 就好比是兄弟关系 好比是同胞兄弟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大家经常会看到 亲友反目 兄弟膝强 这样的故事 家庭不团结 家族不团结 很常见 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 那么作为兄弟的另一员 比如说有两个在闹矛盾 你作为另一个 站在矛盾之外的这一员 或者说是家族成员当中 其他人在闹矛盾 你作为另一个家族成员来说 你要去解决这个矛盾 你要去排解这个矛盾 不仅仅要有手段 有能力 很多时候还要有担当 大家看 一开始 魏国不肯帮着韩国去打赵国 被韩国骂了 被韩国骂了之后 他也没有去 跟赵国的国君去邀功 说你看我帮你挡了一次 人家要打你 因为我不答应 所以人家现在不来打你了 没有 过了之后 反过来赵国要问他 借军队去打韩国 他也不是说因为 韩国你这小子 你以前骂我 现在好 有一个机会 有人愿意来打你 我跟他一起来报复你一下 也不是 对于这个 以前曾经怨恨他 埋怨他的这个韩国 他同样保护 而这个时候 以前被他保护过的 这个赵国 反过来去骂他 这个事情 你要平和地接受 是需要有一点淒涼 大家看 在这个事情当中 挨骂 他遭恨的始终是魏文侯 享受成果的是别人 但是 对于这一切 魏文侯始终没有做任何辩白 默默地承受 所有的矛盾都在他这里消化 被别人冤枉了 也承受 最终来达到 团结三境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担当 这就是做老大的法 所以你看 当韩国跟赵国知道这个事情真相之后 就感到非常羞愧 就纷纷跑过来朝见他 承认他是三境的老大 我们人在处理矛盾的时候 或者说是面对纠纷的时候 难免因为感情 因为立场 会有所偏向 这是很难免出现的情况 那为什么一般的人 做不到像魏文侯这样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 气量不够大 心里面装不下这么深的误会 还有一个 肩膀不够宽 挑不起这么沉的担子 所以我们看 魏文侯的确不是一个一般人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 始终以维护三境团结为目的 别人对他的误解 别人对他的误会 他都能够默默承受 不以自己的情绪来干扰这个目的 紫童剑通过讲这么一个故事 让大家懂得一个人的气量大 心胸广 有担当 这是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 必备的素质 重视人才 理贤下士 讲究诚信 有责任 有担当 是我们在魏文侯身上看到的优点 可以说 这些素质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 可是我们设身处地地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国国君 毕竟他身处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 要做到这些也是的确不容易 而且人难免都会有私心 也都会犯错误 那么当魏文侯犯了错 当有臣下毫不客气地 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 魏文侯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有一次 魏文侯和很多大臣又在一起喝酒 酒憨尔乐之际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你们这些人觉得 我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人 我是一个怎样的国君 很多人都很失趣 纷纷地说 你是一个人君 是一个人德之君 只有一个人 不配合 这个人名字叫人错 非常貌似地讲了一句话 说你不配称人君 你不配称为一个人德之君 为什么 前段日子你看 你这个通过战争 攻打了中山国 获得了中山国的一大片土地 对于这些土地 你是封给了自己的儿子 而没有给你的弟弟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个自私的人 就凭这一点 你就不配称为是一个人德之君 人错讲了这么一番话 把魏文侯惹得非常生气 人错 一看把魏文侯给惹怒了 赶紧就跑出来 人错 跑出去之后 魏文侯又问一个叫敌皇的大臣 说你来说说看 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君主 这个敌皇非常搞笑 他回答说 人君 你的确是一位人君 这个时候魏文侯 因为之前有一个扫兴的人错 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点不舒坦 当敌皇这么一说之后 魏文侯就觉得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在敷衍我 嘴巴上说我是人君 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在骂我 所以魏文侯就多问了一句 说 何以见得我是一个人君呢 这个敌皇就回答 他说 臣文君人则成直 向者仍错之言直 臣事已知之 敌皇说 只有当君主仁后的时候 大臣才敢于给他提这么直接的意见 甚至敢于当众的批评他 为什么 这就是你平常仁后啊 因为你仁后营造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营造出一个大家敢于说实话的一个氛围 刚才人错 说了实话 冒犯你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恰恰是因为你平时比较人后制造出来的 你是一个人君 大家仔细听啊 仔细的体会 敌皇的这番回答 非常有技巧 可以说是正话反说 通过一个特殊的角度 向魏文侯间接地指出 你刚才对待人错的那个态度是不对的 对于不同的意见 你要包容 这才是一个人君应该具备的素质 敌皇其实他要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 这个魏文侯也非常聪明 马上就听懂了 敌皇呢 等于说你看 他既达到了一个提意见的目的 又给足了领导面子 对吧 给他一个台阶下 魏文侯这个话他也听懂了 一反省觉得 刚才好像是这个 极了点 对于一个提意见的 讲实话的人 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 于是亲自下堂 把刚刚跑出去的这个人错 重新接回来 从此以后 以上兵之礼 对待这个人错 表扬他 表彰他 觉得你敢于在这样的场合 说实话 非常直接的给我提 这么尖锐的意见 了不起 值得尊重 这是关于魏文侯的第四个故事 这说明一个领导人 你应该有这个气量来包容不同意见 哪怕这个不同意见是非常尖锐的 你也应该包容 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国君如何行使自己职责的道理 有一次这个魏文侯和田子方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人 田子方 就是魏文侯拜他为师的这两个人之一 魏文侯和这个田子方一起喝酒 古时候贵族他如果要招待贵宾 一起喝酒一起饮宴 往往会有乐观在一边负责奏乐 当然这个魏文侯招待田子方的时候 也有 也有这样的场面 也有这样的排场 有乐观负责奏乐 这个魏文侯呢 就一边喝酒 一边听着音乐 忽然他说 这音乐好像不对 不和谐 这个边宗 我们知道这个古时候 这个音乐 这个乐器有非常重要的 有一样叫边宗 他说这个边宗 左边这个宗 音高了一间 这个时候田子方听完魏文侯的这一番 言论哈哈大笑 魏文侯说 你笑什么 难道是我刚才说的不对吗 你没有听出来吗 田子方就说 陈文之 君明月观 不明月音 今君胜于音 臣恐其 隆于官也 什么意思 天子方说 作为一名国君 你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 你最重要的职责是要明白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官员他是否称职 而不是对那些具体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内容做出具体的指导 你比如说今天听音乐这个事情 这个乐奏得不和谐 你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你应该关注的问题是这个乐观称不称职 而不是靠自己的耳朵去辨别去辨听 这个奏乐的过程当中哪里出问题了 我们听到田子方的说法可能会觉得奇怪 魏文侯听出了编中奏乐的问题 然后指出问题 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吗 田子方为什么就此批评魏文侯呢 面对田子方的批评 魏文侯又有什么表现呢 这个道理怎么理解 田子方其实是通过音乐和乐观之间的关系 你国君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情 向魏文侯揭示了一个国君行使自己职责的普通原理 最重要的原则 怎么理解呢 因为大家看 无论是古时候一个比较成功的君主 或者说是在于今天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这样的人 往往是有一些长处的 是有一些特长的 往往是对于某一些领域是比较精通的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君 或者像今天一个单位里面的一个大领导 你最重要关注的是什么 作为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 在每一个具体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面 这些人是否称职 你要关注的是如何去统筹这个全局 把握全局 这是对一个大领导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到这些具体的工作上面 可能反而会影响你统筹全局的能力 所以说你作为一个负责全局工作的高级领导 你最应该掌握的是什么 最应该掌握的是食人和用人的方法和技巧 给每个岗位都找一个合适的人 找到了这个人之后 这一摊子工作就交给他 自己不要轻易去插手 如果说你擅长什么就去插手什么 这个毛病一旦养成是非常不好的 对于一个你擅长的工作 你去干预了 你去深入指导了 觉得成就非常有成就 一旦这个毛病养成之后 很有可能以后碰到一些 你并不擅长的工作 也会去深入干预 这个效果肯定就不好 会耽误工作 这个是我们平时就有很多领导干部不注意的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毛病 是一个坏习惯 对于一个领导来说 我们比如说 就以刚才魏文侯听乐这件事 以这件事情为例 这个乐器调音是否合格 这个音乐奏得合不和谐 你听出来了 它不和谐 但是现在你应该去问的是什么 应该去问的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个乐观它到底称不称值 是由于它疏忽了 调音没有调好 还是因为这个乐观 在专业数字上根本不过关 或者根本就是个南国先生 如果说由于是他的疏忽 这个音没有调好 奏出来的乐 不和谐 那么你就应该对他 加强岗位责任意识教育 我在招待贵宾 你这个音乐怎么可以奏出来 是这个样子的 要加强教育 如果说这个音乐奏得不和谐 别人都听出来了 这个乐观没听出来 那是他专业数字不过关 应该马上撤缓 这是魏文侯作为国君 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靠自己的耳朵去遍听 具体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奏乐 今天你在场你听出来了 要是下次你不在场呢 或者说你的乐感没有那么敏感呢 这个乐观他不就是 马虎岩一直可以打下去吗 所以田子方他说 君明月观 不明月阴 道理就在这里 推而广之 对于任何一个工作岗位 具体人才的选拔 都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国典籍当中 有一个词 叫查查之名 这个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那些 只注重具体细节不顾大局的领导人 一旦你的精力被这些细节所消耗 往往会影响到你对大局的把握 这样一种类型的领导人 这个资字通鉴是尤其反对 比如说刚才这个魏文侯 如果说田子方给他提了这个意见之后 这个魏文侯回答了一个字叫善 就是觉得田子方说得很好 如果说魏文侯没有接受田子方的这个建议 那他也就是一个查查之名的君主 在资字通鉴当中 这个是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 认为查查之名是一个领导人不好的数字 有很多在我们历史上 甚至看上去是比较成功的 或者说是赫赫有名的君主 有不少也会犯这样的毛病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 隋王朝的开创者 隋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有查查之名的皇帝 当然这个具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等到讲到隋朝的时候再去展开 那么总之 我们通过前面讲述的这五个小故事 资字通鉴向大家展示了 作为一个领导人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 你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这里提出了五点 首先第一个 要能够理贤下士尊重人才 第二点 要注重诚信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第三点 要有担当精神 要有不惜牺牲自己的担当精神 第四点 要能够包拢不同的声音 善于采拿意见 第五点 明确职责 不以查查为名 这是资字通鉴这五个故事里面 想要向我们揭示的道理 今天这一讲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